时间特别快 马上又要说拜拜 他想押韵 各位有什么真的是 埋在心里的话 想对其他哥哥说的 我们今天就好好等聊聊天 那炫哥 我代表网络上 问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 好 网络上经常说出来 志炫唱歌就是 技巧为先 情感为后 你认可这样的说法吗 志炫哥 从来没有看你发过脾气 永远都是 理想我们去抢火力纸 也不认识 这个什么的 不告诉你 你干嘛 我为什么不回答 其实我有一个 比较狂的问题 荫哥 你后悔跟我们在一起吗 我想要问海权跟尹正 为什么那时候要抛下 我跟周哥跟阿兽 然后没有留在街道办事物 但我自己是一个体验主义者 我一定要干一些没干过的事 就不光是我也没有跳舞的机会 而是说这个团队有一个不错的呈现 哥在打雷 在打雷是吧 你这意思就是质疑我说话的真诚性 没有 我只是告诉你在打雷 你也不要质疑他 现在到你回答 我说老实话 我觉得我随时可能会离开这个地方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 我还没有跟每个哥哥合作过 有点怪 巨大的一声雷 回想起那个时候 你们选择我的时候 我的真实感觉就是特别恨会 我是开玩笑 其实当时我们三个都不是很熟 不是不是很熟 我差点连你的名字我都没记住 很草率的就把字签了 没希望了 无路可走了 我的想法是 我把这首歌的环境跟情景 整个塑造出来 然后到这个感情最后的那一里路 我想要交给听众 你自己去找那个画面 所以你不会在乎 网络上对你的批评 不会 我就是觉得 没有缘分 没有关系 年轻的时候 我很极端的 其实 经历多了 然后你觉得 所有过程都是 好像梦一场而已 真来想来干什么的 我就正在这个过程里 哪怕我自己不想承认 其实每次我回到寝室 我自己在房间里的 我都会自喜 我以前不会的 我是无时无刻的 都从每一位哥哥身上 能学到 就 to be a bad man to be a bad man to be a bad man 是怎么一回事 嗯 在盖子身上看到我自己很多影子 但比较惭愧 哥毕竟比你大那么多岁 我很喜欢智琳哥的优雅 你知道我就会想学他这样站 这样一下 这样一下 然后旁边人在叫颜程序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傻 特别傻 我就觉得 太棒了 但后来呢 理想我 为什么 为什么 你知道好了 也是林教授 跟他在节目里面 就 他好惨 他啊 林教授说 我只当一个观众来 来 参见对这个事情 嗯 没事 理想 我听你啊 我听你啊 还有一次 这是狗哥第一次在台上 哎 我不像 你们节目组 怎么怎么怎么 好 回处就说 喂 刚才在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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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之后需要时间和事件 可以去证明 第一印象 不准的 是